跟着老冯去吃肉 今天咱们找一家在网上特别火的牛肉烫饭 看看人家家是怎么赚钱的 宣传牛肉面馆 咱很少能见到一个面馆 晚上六点钟就排队了 但是这样一个面馆里边藏着一个老味的牛肉烫饭 你看人家前面这两拨人家桌桌都有烫饭 招牌老味牛肉烫饭二十八一份 这个肉是中午炖的晚餐处 中午的这餐上是早上炖午餐处 它有一个浸泡的时间 它肉入味露得特别透 熟烂的火候也特别匀 回口的时候有浓浓的炖肉汤的味 再加上里边放的一些胡萝卜青菜 香菜这种复合的香气 咸口我吃的略大 但是我觉得像你这种做办公室应该吃的合适 你别看这一个小小的烫饭 这里边商机可多了 这一份成本大概多少钱 一共是四块肉 熟的在五六十克这样 这个饭在三两饭左右 成本应该在八块钱左右 但是人间饭28块钱 这米饭要是不够吃还能再蓄吗 对 也可以蓄是吗 对 值了吧 28块钱让你吃顿饱饭 我再尝一下人家的牛肉面怎么样 肉炖的非常好 软烂香 跟牛肉面是一个肉 面是手工还是机器的 机器的 行了 知道了 咱们再尝着人家的其他小吃 炸鸡肉串 味儿还不错 可是这种炸羊是特立独行的一种 有情节的一种吃法 要是让我吃我还更爱吃炭烤的一种 就是这种做法决定了它的上限 这种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提前腌制好 穿完了之后 放在冰箱里可以冷冻的 像这种面馆上这种炸串还是很合理的 一 你好储存 二 你结合着这个面脉 随着面一桌 你点你几个羊肉块 点两个其他的小菜是很正常的 用最小的空间 最小的成本来做出最大的粒粒化 光辉这一个牛肉烫饭能支撑起来一个生意吗 我告诉你要是有条件的情况下 这一套组合绝对能挣钱 你要单卖它是小买的 是骑着三轮在街头上卖的 没问题 如果我就吃个摊个鞋子楼 没问题 这三种 斗牛肉 斤头八爪就够了 然后饭呢 你就让它随便吃 你给它一斤饭你才多少钱 就是说这些干重体劳动的农民工这些 师傅们人家也能吃饱 这买没有得干 这个适合开在那儿 只要是有人的 就是十字路口 包括这个地铁站口都能开 假如你真的是想去创个业 首先你自己呢 千万不要说摸索这些事 一定在前期技术这关要打通 你技术要是不打通 你行不成体力 行不成流程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经营的这个品类的环节要大通 说我怎么去搭配这些菜 面 饭 这两样做好了之后 你再考虑开店的面 大家要是想学牛肉烫饭的一个炖牛肉 或者是跟肉粘边的 都可以找老房 老房肯定清囊相受